988新闻线 正式宣告瓦解 其实那之前就民主行动党说瓦解啦 然后又有人说没有啊 然后到底有没有正式宣告 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说法 一直到今天正式成立了 希望联盟才正式宣告瓦解 国会反对党领袖 就是公正党的主席 王阿兹沙今天又做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宣布 就是这个新的联盟 希望联盟呢 第一件事呢 他们就决定一致推选 现在正在牢狱之中的 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 作为潜在的首相人选 到底这个新的联盟 应该怎么解读 它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政局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震撼 我们也找到了一名专家 跟大家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目前来说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协调的队伍 明年2.0也保留了继续开放 有意愿的可以继续加进来 那原外之一 如果伊斯兰党有意识重新加入的话 它可以加进来 当然在分请的过程中 就变成由三党来共同决定 那要不要接纳某个新分请的成员党 这也意味着处理了内部的矛盾 特别是行动党对伊斯兰党的强烈反弹 所以你看好这个新的政治联盟 在未来会有一番作为吗 关键就在伊斯兰党 伊斯兰党目前还是在国会 周议会里面有相当的席位 在来一届的大选 那伊斯兰党会倾向哪里呢 它其实是相当关键的 未来的挑战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伊斯兰党的态度相当的暧昧 对于未来的政治首相 伊斯兰党除了伊斯兰国 或者在吉兰党落实伊斯兰法 有鲜明的立场之外 在其他部分呢 其实伊斯兰党是相当含糊的 看起来这个联盟 他们共同的政治意愿 除了推翻现在的政府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意愿了 你觉得这对于这个新联盟来说 算不算是一个致命伤 国际明年共同的目标 就是迈向不成 也因为这样的共同理念 迈向不成 所以当时很多分歧呢 暂时压下或者是暂时不谈 但是后来这个分歧越来越大 那么今天这个明年2.0 其实大家也在探讨 诚信党在多快的时间里面 能够建立他的基础 将对的扩大他的影响力 期待或者是综合掉 伊斯兰党的冲击 这个部分呢 目前还不明朗 988新闻线 我们在家里面你会超级的事情 但是这个部分是真的 能够建立的 从中国里面有没有 新闻的事 你现在